Mathieu, 問你一個較虛無的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 人可能遲些 真的需要離開地球去星球住 不知道是甚麼星球 當然有, 你當時有沒有看卡通片 甚麼卡通片 超時空要塞 整架彈空船要運來找 哪些星球可以住 然後跟外星人打架 其實很多電影或卡通片都有這樣說 為甚麼我這樣問你 因為聯合國估計 今天開始, 人口達到70億 你想想, 70億人口 相對於地球只有一個 地球的資源有限 你說銀紙可以不斷印 資源不能印出來 所以我也在想 是否最終地球資源用完的時候 就去其他星體發掘 所以, 也有一點點啟示 當然, 也有些人投資在太空旅行 但很貴, 要過百萬以上 可能一般人… 都不是我和你現在可以做得到 所以, 退而求其次 想想有甚麼投資策略 人越多, 資源沒有變 可能越來越少 更加顯得他們珍貴 所以, 價錢一直向上升 都很正老的預測 Mathieu, 不過我這樣想 現在全球有70億人口 我們的祖國, 中國有14億人口 如果你除一除 其實, 可能在地球上 每五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是中國人 如果我們 厲害點想 是否真的說 可能在中國 都有不少投資機遇 即將來做生意 大家就向中國人買手 再加上, 剛才我都說 現在全球的資源 可能都會短缺 如果在股票市場 是否一些中國 跟資源有關 可以投資得過 十足那些基金主題 這兩個的確有很大的話題 第一, 投資中國 就這樣說 跟西方的基金經理一說 就很吸引 第二, 就是資源 大家知道 長線一定是提升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概念 當然當中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大家要小心點選擇 例如 我自己想 剛才說到的 譬如全球資源短缺 其實水都是其中一個 跟著還有糧食 如果跟內地有關的 譬如一些農業股 水資源股 農產品股 還有油 都是其中之一 這些是否都可以留意 如果在投資概念去看 的確這幾個都是很正路的選擇 特別是水 現在泰國就有很多水 但其實在國內 經常出現一些旱災 的確這方面會令到 譬如供水系統或輸送系統 有很大的需求 不過你說在香港 要找一些相關的高分 就相對比較難一點 因為很多做一些水利工程 或者做一些供水項目的公司 在內地為主 所以我們始終比較難 去投入A股市場 所以要找的話就有些難度 至於農業股 另外一個話題 大家都知道 有些農業股最近都搞到滿城公益 因為這樣沒有問題 所以始終大家對這類公司的信心 都比較低 正低的 比較正路 投資者可以接觸得到 又容易買得到 似乎油股是比較好的選擇 內地油股就是中海油 中石油 是不是這兩隻 你都覺得暫時可以留意一下 起碼業務都靜靜牢牢 他們當過市場的時間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指數成分股 都會跟回做得比較好一點 大家看回油價 其實在過一段時間 今年年頭到現在 一直都持續高企 雖然之前歐債危機出現的問題 它都沒有再跌穿過80元 美元一桶的水平 在紐約旗油 甚至布蘭特的油價 一直都站在110元附近 這很顯示 雖然大家對經濟前景有疑慮 但相信供應短缺的問題 供應短缺的問題 遲早會浮現 令到油價一直都高企 中海油 今天看到也15元多 還有中石油 這些位置可不可以留意 始終最近都升了很多上來 你看回中海油低位做過12.0元 中石油也做過9元以下 所以最近開始調整 絕對不出奇 如果兩種比較的話 我自己比較喜歡中海油 始終沒有做校業務 沒有受到政策影響 大家看到中石油 最近出來的業績 都受到連油業務拖累比較多 這方面短期似乎比較難扭轉 所以兩種去貨比貨的話 我喜歡中海油多一點 Mathel 不過今天看市場 都看到成交少一點 600多億 上個星期衝了上去二萬點 因為歐洲那邊舒緩了 看來今個星期 大家又要看歐洲又要看美國 因為聯儲局議息 星期四就會公佈結果 大家在等會有第三輪兩化寬鬆 跟著還要是G20峰會 又開會了 大家在看中國是否真的 現在開聲說會做白武士出手 所以要計今個星期 市況會是怎樣 上個星期也升了二千多點 當然有部分原因是結算的因素 上個星期結算有個夾淡倉活動 第二就是很多機構投資者 之前都沽了很多貨 手頭上現金很多 他們當見市場反彈的時間 追貨異獄或者子彈都很多 形成了一個聲勢很急 今個星期 剛才你也說了 有很多會議會開 包括G20峰會會開 聯儲局也會議息 大家都想觀察一下究竟 譬如這個 聯儲局會不會推第三輪兩寬鬆施 或者是G20峰會 中國會不會再次做一個救世主 其實也有些不明額元素 形成了今個星期 首先出現一些整顧 我覺得是很正勞 暫時未見到很大的利潭元素出現 雖然指數應該可以守住在19,400左右 上面就100天線 20,500都是一些阻力位